帥不帥? 帥! 郭政方帥不帥? 帥! 廠長帥不帥? 帥! 本年帥不帥? 帥! 謝謝謝謝 石湖 這村石湖也是我們台中區農會改良產研發車的品種 台中1號、2號、3號 我現在右手邊的這個是1號 那這個是在103年取得植物的品種權 我們在106年技術移轉給一般的農農企業 他們來開始繁殖 這個就是他們在繁殖的種苗 去年一整年他們已經開始用竹竹培養的方式 繁殖出來以後再用那個蟹繁苗 可以大量的生產 那這個品種相當不錯 得過很多的獎 很亮麗 所以今天也在跟大家介紹說 我們未來希望這個品種也能夠上市 能夠加倍我們的 在山區的地方 因為山區目前它都是露天栽培型的品牌 那加上山區它在生產葡萄的時候 常常會因為天候關係 例如說下雨 然後早上它會有一些病態的問題 像是露菌病或是丸腐病 那我們今年呢就是在信義區這個山區葡萄 都是露天生產的地方 我們在那邊搭設了第一座的活動式的遮雨設施 主要是希望說在這個過程中 在葡萄的生產過程中可以避掉一些雨水 讓農友在病態的防治上面可以不用用到那麼多的農料 那結果也顯示說我們有用浙濕栽培的葡萄呢 它可以達到九成九的產量 那露天的葡萄呢它幾乎是沒有收成 那也可以減低了榮友它噴藥的次數 那噴藥次數的部分可以減低它九成的噴藥次數 才可以節省它的用藥量大概每公頃 用藥的成本也可以減少了兩萬元以上 平地的溫室來說它的目的是不太一樣 平地的溫室它目前像是有在生產的平地溫室是西湖那邊 那它跟其他露天的葡萄主要是要取得它的生產的產期 那平地的部分因為它天后的關係也沒有像山區那麼惡劣 所以它的目的上也不一樣 那山區的話我們主要是做活動式 只有在農友他覺得說快要下雨的時候 他都可以做這個遮雨的工作就好 其他時間他可以把活動 把雨孔把它打開 讓它的光線可以維持正常 這樣生長散熱也可以維持得良好 那這就好了 那這就好了 差不多一般吃差不多這樣就很大了 很快要哭 那我沒有哭 我沒有哭 那我沒有哭 那我又沒有哭 我沒有哭 沒哭 開來 開去哪 開去哪 開去嗎 開來 開來 對 我們有提供一個片子 北媽媽 北媽媽 財 啊 елей 春巷 思念 快要開始了啦 每一年23號的10點半 比較滑 那個彰化是131號 那個我們本年已經有發出那個裁判稿在裡面 就彰化香 讚 叫正方張不讚 讚 黨黨帥不帥 帥